幸福好时光 我们今天邀请到两位重量级的来宾 他当然对我而言 他们算新生代了 来聊名嘴之间的光怪陆离现象 这个题目呢 会赶快把它赖出去 是H取的 作家H 还有这个常常出现在 荧光幕的陈佩珍 你好 大如姐好 她已经也来过我们节目上过两集 感谢大如姐那时候聊了我的新书 对我知道你是这个出自坎坷家庭的小孩 那么但是我也知道你好像被别人批得很凶 讲自己的故事 别人为什么会要来骂你呢 这是我的疑问 你可以回答 还有H 她之前是生病嘛 对 可是连生病也被骂 这是什么样的 我是被拖下水 最近你们两个又有什么事情 这样的紫色性好像太强了 你们自己讲啦 咋没关系啊 因为专民都笑的 她咬一咬我 访问你们再来咬我 姐的事已经够多了 你看别人房子倒了都还关我事 真的真的 别人那个房子租人 就是别人的不知道谁的房客发生什么事 连我们那社区都来跟我们投诉 对 对 你要吧 淡如姐也是招黑体质 不是我不是里长啊 我知道 太有名气就是这样 不真是够了我觉得 好赖到我身上我就来讲吧 来 接下来半个小时都送给你 简单讲就是 我们那前一阵子被狗仔拍到 我跟佩甄在交往 对 很好啊 恭喜你们 对对对 谢谢淡如姐 是真的有交往吗 这真的有交往 哎呦 我还真的不知道 对对真的有交往 然后交往之后呢 我们就反正就是会在网路上写一些文章 关于我们两个之间的事嘛 但是其实在我跟他交往之前 我就知道他在节目上有被另外一些来宾 我不要讲霸凌好了 就是可能做了一些 我在旁边看身为朋友 我都觉得有点看不下去的行为 这么说 类似 你咪嘴能干嘛 因为大家都在公众萤幕的就是摄影机的扫射下 对他可以影射 他会在节目上面影射说 比如说他这两个人也是衰啦 就是他被比如说前男友 以前的某一任 20年前的前男友的现任的太太 那个太太的精神状态有点情况 然后他就来看到佩珍现在在荧光幕前就是活跃 他看不下去 因为他跟他先生现在的婚姻生活可能不是太幸福 所以他就到处发黑函说陈佩珍你怎么样怎么样 但是那些文字也没有什么完全指不出具体的内容来指责他 那这样我们谁都有哦 因为我们以前男朋友只要结婚的婚姻不舒服都是我们 你是人家小三吗不是吗 不是啊 我男朋友长这样我何必呢 对不对我现任长这样我觉得挺好的 但讲话就是我跟那个 我要夸一下他 我要夸一下他 因为他为我做了 其实我觉得讲话越诚恳越好 他应该不是收回来应该被屏蔽才对吧 我这么想要把这种东西屏蔽 因为我常觉得莫名其妙被屏蔽 这种东西才应该被屏蔽 对但屏蔽你知道吗 对他来说他请了二三十个假账号 我一直封锁不完 这就是问题因为他没有名 是然后其实我跟这个钱钱钱 因为是大学时代大一的男朋友 那时候18岁我现在42岁 这是一个二十 是吗 这是很怪的事啊 怎么追溯期杀人犯也该追溯期过了 过了对 我十几年没有见过这个男生 他一直在高雄 我一直在台北 所以那个太太很明显是精神有状况 而且因为他到处 他还把我的个资贴到爆料公司去 我全部截图下来问律师 这个事情严重了 对但律师说告不动 他说因为他的内容很空泛 而且他没有用太侮辱性情绪性 他只是用一些 就是有点情绪的字眼 可是只要贴你的电话什么 他没有到那个程度 他贴我名字 他贴我名字贴我在电视节目上面的截图 所以律师说这个还不到 他没有贴到 他在边缘 他在法律边缘 那律师也跟我说 再加上他判断这个人精神状况 你打下去最后他会用精神来变 那我根本 而且告一个荣耀 动辄计师 对 委任八万 出庭费 我要准备二十 所以很多人也知道啊 而且很多东西很模糊 不过我告诉各位哦 那个最近那个我梦见 就被告了 而且我梦见被判刑了 我现在这样也不行是吧 当然 所以要有人开创判例 法律罪减判例 所以搞不好是有机会 但因为戴如姐知道我是单亲妈妈 然后我女儿是过冻家雅思 对啊 对然后我又要赚钱 又要一个人照顾她 其实我知道我可以去做那事情 可是我不做是因为 我觉得我会生病 我真的我真的会垮 就少一室就比较好 我女儿很需要我了 那他又因为我现在刚搬回台南 他也换了一个环境 这个孩子多辛苦 才七岁搬过七次家 因为离婚 因为我之前面收入不稳定 所以他一直被更换环境 他也很多的不安全感 我现在为了工作 我又常常要南北奔破 所以我更愿意把时间花在 真正需要我的人身上 你这个故事真的好奇怪啊 你又不是人家小三 那把你针对干嘛 但是我之前听过一个故事啦 也就是说 也是大学时代前女友被找杂 你知道为什么她一直被恨吗 为什么 就是因为后来这个男生有一天 他就跑去 不知道跟太太 后来可能他就娶了学妹 你知道 然后之前他可能是 女朋友是同班同学 那学妹当然认识同班同学 知道学长跟学姐 曾经在学校谈过恋爱 后来是娶了学妹之后 婚姻不是很好 后来这个男生就在婚姻不好的时候就跟他说 比如说在我心目中 佩真才是完美的 我娶你也是不得已 哇 这句话真的 一直到完蛋了 就过了20年再来纠缠的 其实是在跟自己心里的那个磨影搏斗 跟别人的前女友是没有关系 你是会不会这种状况啊 有可能 因为其实我的那个大学时代男朋友非常单粗 我们分开就是因为人生的追求不同 所以他念完研究所我们就分开了 那好好分开 那他的下一个 我之后的下一个女朋友 就是他现在的太太 当时认识你吗 他太太在结婚前还一直传讯息 跟我说他听说了很多我的好话 听说我很优秀很接触 然后我后来跟我当初已经分手前男友说 哎你跟你女朋友说 不要这样一直传讯息来 写email给我 这好怪哦 好像这个男生遇到他一定是天智第一次 完全之前一定要空白历史 否则所有都是变他的仇人这样 那他们现在因为婚姻 然后孩子的教养 因为我后来被骚扰之后 我有去问这个我的大学同学 我说哎你家发生什么事 为什么你太太招了 他说他也没办法 他们甚至弄到就是说 他跟我说啦 我听到的是他们还在小朋友面前大吵 然后他自己情绪失控拿刀砍自己 我的这个大学同学 就是他自己也崩溃了 然后 两夫妻都崩溃了 对两夫妻都崩溃了 遇到这种谁不崩溃呢 对然后他他也跟我说他看过他太太就说什么 诶陈培证过得那么好他凭什么 我这么悲惨 他凭什么过得那么好 我想说不对啊这位太太 我是自己有实施吗 他就是一种 也是没实施 没去过敏啊 确定没实施 你只是他假想敌 你是唐吉柯德那个风车 没错 我觉得那个情况就真的就是说 他想要去找一个人恨 他为什么这么不快乐 他为什么他的婚姻不幸福 他找不到人来恨 因为他们其实生活很单纯 就是高雄的乡间 然后工程师 然后那个女生没有上班 他就在家里面雇两个孩子 所以其实这真的是精神问题 然后因为他没有伤害别人 也没有治疹到很严重 所以无法强制就医 所以那个女生的娘家 跟他的先生都无法送他去看医生 我已经问到这么清楚了 我觉得这根本就水逆 不然我也不知道怎么解释 好我们等一下再来 来谈他们光怪陆离的现象 这件事还真的 也没有人可以处理 律师当然不愿意处理 精神科医师要他自己去看病 才能处理了 对 二十年不认识了 然后你来说我怎样 你这个case很像韩剧有 那个金鹤拉 他被指控霸凌 虽然不知道他国中有没有霸凌 可是那也是将近十几年前的事情 你说那个他现实生活 跟剧中的角色 对对对 好久有人突然 好像过了十几年来指控他这样 目前还是公说公有理 婆说婆有理 可是有时候我们自己想一下说 那为什么是这时候才来指控他呢 就是因为他现在有点名气了 可能他看不顺眼吧 但事情其实光怪陆离的不是这一块啦 是还是什么 关怪陆离的就是说刚刚段如姐说律师也解决不了 谁也解决不了 对这真的很难 但是有人却跳出来把这件事情拿出来当做一个案件来 所以隐色 隐色说佩珍在感情这上面 因为现在谈话性节目就是需要很变的话题 他相信的是那个人的留言 这样就对了 他本来不相信 他跟这位名嘴跟这位太太数位谋命了 因为这位太太她到处发黑函 而且你也收过 我也收过这个黑函 而且那时候也来问过我 词记也收到 文特院也收到 连发科也收到 他工作的岗位都收到 我所有的业主都收到 每一个网友都收到了 我觉得这好可怕 因为他 各位 谢谢你们没有发我这东西啊 不然很多人还在跟着说 那你来啊 你来证明啊 我说我怎样 我要证明我跟他没一对 这是怎么证明呢 你可不可以告诉我 不如你证明我跟他有一腿会不会比较快 这真的很像人家在证明 你叫我证明那个房子不是我的一样 我说你可以去查呀 对对对 这好妙啊 你怎么证明是该负证明的是你呀 对没错没错没错 但是实际上这个黑函我们不理他也就算了 可是最近就是因为另外一位名嘴 有跟私底下有跟这位太太有接触 他有跟她私讯聊天 那这位名嘴呢 我们自己推过推论啦 他对于佩甄在离了婚成为单亲妈妈之后 有没有跟前夫去打官司拿赡养费这件事情的理念上有所分歧 因为佩甄是觉得说 因为他们两个都是嫁进豪门嘛 另外那位名嘴是嫁进豪门之后 他说他想要把他二分之一的养乐多一定要拿回来 那佩甄是懒得再去跟前夫果果顶 因为他觉得要打官司要花时间 所以他就决定 然后他也告诉大家说 反正女人可以自力自强 我们就自己赚钱自己养小孩就算了 可能我们自己推论 可能是因为这件事情 所以那位名嘴对于佩甄 就开始有了不断的恶意的 你的做法跟我不同 你这样好像有点看不起我 对不对 所以他也彻了吗 他也彻了 什么意思 跟原来的夫家也 对他们也是离婚了 他们也是离的 他讲了很多年 各位不要来找我 因为我根本不知道他们讲谁 我离开电视圈真的很久了 为什么有这种啊 他们已经离了好几年了 从六七八年都有了 那这位名嘴上节目 就是一直在讨论这件事情 就是都在咬这个佩甄就是了 不不不 他都在咬他前夫 他都在咬他前夫 然后批评他前婆婆 那佩甄只是因为 他最近这一两年才出来嘛 他这一两年冒出头来 他在描述说离了婚之后 其实可以不用去 就每个人情况不一样 因为我们不需要花时间 去跟他争善养肺啊 那这位名嘴可能就认为说 哇你说这样 好像显示 他觉得他被鄙视到了 对好像说我活很死爱钱还是怎样 所以呢就做了一件 我觉得很不应该的事情 就好比说 好比说淡路杰发了一本新书 结果我帮你分享新书 到我的粉专来 然后我就开始批评说 淡路杰这本新书烂透了 他说他什么什么很倒霉的话 那就让淡路杰倒露一辈子吧 他就这样写 那这样精神是有点问题 他真的这样写 他说就让我有 我们是不好意思批评啊 对 让我虽一辈子 他就说让我 他就是转发我闻 然后说让他虽一辈子赚不到钱 这只是第一波 不过还好 他诅咒你应该不会灵验 他又不堂起扬 对不对 一定不准 反正这只是第一波 因为他连续攻击 我觉得这个攻击还蛮有趣 好像我小学的时候 那个小女生在攻击 我也觉得是 偶尔听点这个小八卦 反正我不知道是谁 你又从那个节目第一波开始 没有啦 节目第一波 就是他先分享了第一波 他的文章 里面讲的就是我刚刚讲的 那个所谓的离了婚之后 上场费的里面 祝你一辈子倒霉这样 这真的很孩子气 对然后分享完这些文章之后 这个名嘴他自己有自己的podcast 现在每个人 大家几乎都有podcast 都有啊 在里面呢 他就写了一个主题 叫做精神直销 这名字看起来 好像在讲一个理论 但实际上呢 他就在讲说佩真的书 在做一种 不好的意念的精神直销 然后大概花了半小时 到一个小时左右 就在批评大家 就是呼吁大家 不要去买这本书 就类似这样子 可是没有人 就没有人 就大家都知道这件事情 但是没有人出面去讲说 他podcast人多吗 还行 最近因为我们的炒作 他忽然人多了起来 看起来你们 似乎不应该讲到他 因为我们觉得无辜 其实这世界上的人 就是听别人吵架 还蛮有趣 但是听完也忘记 听完他们也没什么感觉 因为不关他们的事 然后这个就是第二波 可是在他接下来 大概陆续几个月里面的podcast里面 大概有两集三集四集 他都在批评佩真 就是那本书 或者是说他教养小孩的方式不对 或者是说不应该不去增赡养肺 就不断的批评他 那后来我们现在交往了 我就觉得说 我实在 我实在动不掉 我觉得没有人出面来帮他讲这些事情 因为他自己觉得事丹利宝 或者是说那位名嘴是位前辈 但我就觉得 那我出来讲讲话可以吧 你也不吃完 就是因为还蛮带走的 所以你的脸书也常被屏蔽或检举吧 对 就是这样才变成红标的 哇 但如果觉得这一枪 郑重红心 因为这枪我已经是中过心战过 中枪前辈二人组 就是完全莫名其妙 然后你反驳也不行 因为那些假账号用三字经 用最恶毒的话骂你 反正他一下子就消失了 可是你的粉丝还有几万几十万人 你不能够这样消失啊 幸福好时光 今天我们请到作家H 还有陈佩珍 原来你们两个在交往 那刚刚讲到说 你看我之前都不知道 因为我已经以这个 不知道的事情比较多 比较好 所以我现在听都是听故事 没有针对任何人 男人愿意替女人讲话很好 其实像我的脸书 有时候我老公自己会跑出来 他也是nobody没关系 他意思就是说 我教我家小孩关你什么事 他会这样 可是你会发现说 酸民好像比较不会针对他 所以我认为男人帮女人讲点话 挺好的呀 但是有些时候 我也会觉得别人的东西 怎么写的不好 当然都不是畅销书 我必须这样说 那我会觉得 我应该小婷 我就会跟他讲说 我觉得这个写的太细流水涨 那我大概觉得他文笔可以再修炼一下 不用访问他 所以我是属于忽略派的 但你不需要把一个人的书拿出来说 哦 他里面写的有多糟 我有多生气 我要把它烧掉 这个我也看过 你不要举负面 因为你有很多正面的可以举 你们两个都有上过这个机会 我们都有上过这个机会 你一定要有些 赞叹淡如解 你真的要有一些亮点 我到现在还不放心别人帮我选书 真的 还是要自己稍微 是 而且我看的反正很快 我大概就可以看出 哦他重点在哪里 有没有一个点 而不是 而且我还看得出来 哪些是企业为了要做宣传 然后就自己来写一个 哦 那你也找了好一点的写手 不然写的好像我是你公司员工 拜托不要出这样子 啊 好像在歌颂至于 公司有多远的 可是直接又说他的东西很烂 或者是直接影射别人 其实这不是好行为 这不是好行为 对啊 重点是他的 我不要说恶行恶状 就是说他的行为还没有结束 刚刚我们开场第一 最前面讲到佩真被 那个所谓的前前前前男友的 太太不是有一个精神状态 这个故事真的很奇怪 很长对不对 百年目睹怪现象 这位名嘴他知道这件事情 他也私底下跟那位太太有私讯过 对 那可是私讯过之后 很奇妙的是说 佩真有跟 因为真的被攻击太多了 所以佩真后来有跟那个先 就是他的先生 那位太太的先生 就是他以前的大学同学联系说 可不可以不要 亲他太太不要做这些事 然后这位先生就告诉他说 可是我太太那位名嘴 那位名嘴有跟我太太联系 可是他鼓励我太太继续做这样的事 我讲比较精准的说法 我那个大学同学他说 我太太告诉我他获得了很大的支持 就是说对方支持他继续捍卫自己的家庭 我觉得哇塞 怎么会这样 也就是说其实 就是他来树立敌人就想要干掉你吧 这但我一直在讲我不知道 我有不认识任何人 可是我常觉得 我刚出道的时候也遇到这样的人 他表面对你很和谐 他刚开始也许也是跟你一起上节目 同一条跑道 那后来你也对他很好 我是一个那种 我不是一个很热情的人 但是只要别人对我好 我总觉得要还一点 我就是这种乡下小孩性格 那他对我挺好的 所以我也对他挺好 可是后来我发现 去写我黑寒的人全部都是他 然后最终于我就开始研究这个人的心理 他的心理是他跟我同年似的 那他的心理就是说 你又没有我漂亮 你呢 这是他自己的评估 你也不太好 为什么你可以得到那个位置 为什么你感觉上比我红 那我只要把你扯下来 那你就 我看不见你了 我就往上了 对不对 那为什么我知道是他呢 因为他后来就 有一阵子我在当畅销作家 那当然是 人家我们已经过气很久了 然后后来呢 他就不小心 我跟你讲精神有问题的人 他就是常常会 也还是会有问题 他就在一群 其实那里面全是我的朋友 就跟他说 那个就是在公众那里批评我 然后在那里就是说 反正那大家所有的人 虽然表面不好说 但都从背后跑来跟我讲说 你到底得罪了他什么 我说朋友 他表面对我很 就是说我看他的时候 他都对我很客气 他说可是他背后 三句话就提到你 我就知道 那我可能就是他的风车 就唐吉柯德在攻击 那个假想的风车 了解 那这个人后来 就是问题很大 他连在我生孩子 出问题的时候 我都知道是他留的 因为有笔法 他意思就是说 你怎么不死掉 我跟你讲 真的非常非常恶毒 那我都 其实我到最后 还是没有戳破他 但是其实我真的知道 他是谁 因为有一些讯息 我有一天有很奸诈 故意放给他一个不死讯息 结果就变成在公众来骂我了 他知道这件事 You try 就知道这件事只有他 所以我已经完全知道 有时候你也必须要奸诈一点 做人在这社会走跳 不知道为什么 有一个人要一直永远攻击我 但是我后来 就只能很厚道的跟他讲说 其实没有什么车尾灯问题 你常常你会觉得说 我在你前面讨厌 是因为你认为 我们两个在同一个跑道上 其实我们不同调 我也可以散去别调 可是你以为 人生最问 最严重的问题就是说 畅销排行榜把你干掉 我就会往上 不好意思会上位的人不是你 是另外一个 是不是三国搞了老半天 我问你是谁继承的 难道是朝家的人吗 都不是 是马家拿下来 对就是这样啊 可是他们搞不懂 对 这不是把我挂了之后你就会上去 因为江山被有残忍出 一直有很多很棒的人一直加入这个舞台 我们没有哪一个单一的对手 没有这种事情 就有人很爱发动锅牛角的战争 对 我现在就非常的有感 就 其实我真的 影响力也很小 然后我在媒体上面曝光时间很短 对啊 而且我们不同的赛道 就像姐刚刚讲的 这不同的赛道 你有你的受众 我有受众 我们的价值观不同 这个世界上本来就应该有多元的价值观 每个人他的选择跟他的决定都有背后的理由 我们互相理解互相尊重 是不是 社会要好必须要这样 大家是把柄做大吃 对 那可是这种女生的攻击 说真的 事常发生 但我觉得莫名其妙 有点幼稚 是吧 就好像酸民一直在攻击 你就觉得 你就这样把我卡住了吗 其实大家都有公理的 不管你怎么诬陷 大家会觉得说 你越攻击人家还是越有声量 所以你何必呢 对啊 而且我跟他这几年 其实同来非常多次 算私底下算是好 他现在已经不承认了 他现在已经完全翻脸不认 是好朋友 但我认为我们是好朋友 而且我们有一个群组 包括那个节目的主持人 我们是一起有一个群组一起聚餐的 这又是另外一个事件了 因为他把这个事件又拿出来攻击 他现在又正在攻击我 说我是侠怨报复 这多无聊啊 聚餐 事情就是这样啦 还是说人家也喜欢你呢 我不要说这个 对不起我不知道是谁 我最怕你想这个 因为很多网友会这样 真的因为没有理由嘛 哎呦我越看你的刺青越帅 因为很多网友他们也会讲这种言论 可是我觉得这个 这个很尴尬 真的真的罪魁祸首 就是你 被你所害 对 也许你的光头很性感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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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好 越苗越黑我们等一下再讲 幸福好时光 有人说人怕出名猪怕肥 的确啊你会遇到很多事情 就是有时候在想说 这干败啊 啊你怎么说成那样跟真的一样 我真的也遇过就是 把吴君如的事情弄到我身上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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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插几粒插几粒 这个听起来太好笑了 对 还好他形象也挺好的 就是我该怎么说呢 我们对别人而言其实都不重要 他可能把自己看得太重要了 是 是这样没有错 对啊 所以刚刚的事没讲完就是那个 吃饭的事嘛 吃饭的事其实本来是个很单纯的事 在这群组里面有另外 你们的主持人是我认识的那个 当然当然 你看人就是这样 我们即使很久没有联络 但是真的遇到也还是好朋友 这才是朋友 对啊 在平常也不用太残念 大家都忙嘛 对 那在这群组里面 就是我们当初被偷拍到 我们在一起的照片 那就有一个朋友 其中一个 我们只有六个人的群组啦 其中一个朋友就把照片PO上来说 Edgy你看被抓到了你要请客喔 这样 那我就说我就只能苦笑 我说好啊 那因为大家轮流请客吃饭 我说好那我就出来请客吧 那如果 那既然是要庆祝我交到女朋友的话 嗯 那我有个不请之请 我说我可不可以带佩真一起去 我想说如果我做东 我请客我带我女朋友去 而且你们是为了庆祝我们这件事的话 对 应该说的过去 而且大家应该都认识 对 大家都认识 只是他不在那个群组里头 只是佩真 对 只是佩真不在那个群组 对 但是那位名嘴他也在那个群组里头 嗯 他就一直不吭声 他就一直没有表态 那另外那一位本来贴上来那位名嘴 他就跳出来说 过了好一阵子他跳出来说 嗯 我们这样子都自己在聊自己的事情 第一次我不敢 我见嫂子会害少 先不要好不好 先不要带嫂子来啦 这样 就先不要带佩真去 嗯 然后我听一听我就想说 嗯好啦你既然这样开口 我就好那算了 既然都是大家只是私底下朋友 你不用请客省一顿咩 呃我不好意思这样讲 我不不好意思这样讲 然后好那就这样嘛 那就这样 可是因为佩真以前是做饭吃dining的 他对于那个餐饮业他非常的熟 大竹姐如果以后要吃什么 找我 OK 厉害的什么的他都弄得懂 真的 因为我每次叫人家推荐餐厅 有时候请客临时找 都不好吃 我帮你处理 好 我全部都可以处理 这个他真的完全厉害 我就是那时候就是这样吧 所以他就说他帮我 我就OK啊 他就还透过了 他的一个朋友在日本 透过他的人脉 他从日本订台湾的餐厅 然后要有包 因为 因为我们有民主持人在 我们要有包厢 要比较隐蔽性嘛 所以就花了好一番功夫 总算订到这个包厢之后 我就告诉 我就在群人里面说 告诉大家说 那个 大家去喔 几月几号几点 大家去只要报 陈佩真六位 那佩真已经帮大家都打点好一切了 也跟主厨 也跟那边的经理 都讲好了 甚至他朋友都从日本 准备带回来一瓶酒 要让我们饮用了 都已经都讲好了 那我就说 就只要这样子 然后大家又沉默了 那另外一位名嘴就跳出来 讲说 那佩真不会来吧 这样子 他就问 那我说 喔不会 我说 他会在附近的餐厅等我 因为他怕我喝多了 因为我们出去之前一定会喝酒 我说他怕我喝多了 可是如果 聚会快结束的时候 我如果大家方便 这样好怪喔 要是我 我一定会齐勤 嗯 他们就是不要我去啊 很明确 然后我跟你去说 没有关系 但是我不一定会让你加入群主 因为有时候会 把这个联盟关系打坏 你知道我意思吗 训终里面尽量不要有couple 这是事实 有些事我们私底下聊是比较方便 这没错 但是偶尔就是一个party邀请 我觉得蛮好的啊 但重点是 好我们都算了 就是说 他就算他在附近等我嘛 我说如果 我们吃完快结束了 佩真会来接我 如果大家有缘分的话 可能会碰到 如果想聊聊天那再聊 如果碰不到就算了嘛 我这样讲完 大家本来 好好好 对不对 他过了两天 大概快要吃饭的前两天 那位名嘴 就是我们现在在谈的那位名嘴 忽然私讯我 很亲切的告诉我说 亲爱的HQ 我最近有跟前夫的官司快要决定了 那我希望可不可以让 请你把这个东道主的机会让给我 让我来做东 我来请客 那佩真也不用麻烦她了 她也不用去张罗这些 就把这些抹灭掉 因为她这样开口跟我讲 我就很不好意思拒绝 我就只能说好吧 那既然你 你要出钱 这是一点 另外一点是说她既然说她官司比较重要 我总不好意思跳出来说 没有啦 我跟我女朋友交往这件事很重要 那这些主张酷欸 一边庆祝有人交女朋友 一边还庆祝离婚 不他们是庆祝她跟前夫的官司打赢了 反正她就这样讲 我就只能说好那就算了 可是那次餐会我就没去 我就没有过去了 因为我心里面很清楚是 她之前已经分享过很多 她说关于霸凌 不要说霸凌 就是说她的文章 说佩生的书不好 她已经分享过很多次 她就不要看见这个人就对 那我心里面就会觉得 如果你都 如果你把我当是你的好朋友的话 我的另一半 你也不需要这么 然后我跟你讲 我心中也已经有答案 不要 鄧儒姐 你的答案 我觉得一定又是奇怪的答案 不是奇怪的答案 就是你想的那个答案 我觉得这个人可能跟前面那一个 是一样的心情 就你说不断的在发你各式各样黑函的 什么意思 就是佩生被当成唐吉柯德的风车 这个有可能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要被当成唐吉柯德的风车 你真的不知道吗 好我们等下再聊 这虽然是一个很奇怪的故事 今天来的是作家H和陈佩正 但是我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都知道我在说什么 我就偏不把答案说出来 没有啦事情还没结束 因为这样隔空就是交火了好一阵子 我觉得大家到底在骂什么 你到底说的什么 没有我的 你会继续被屏蔽 你已经被屏蔽也很惨 我现在用新的粉砖 我竟然我的用事前职都非常的谨慎 也还是 新的也是会被那个 好啦 我其实我的诉求很单纯 就是我希望他不要再发文来批评他了 就这样就好了 我们就轻轻的过生活就好了 顶多不要当朋友 何必拿刀枪出来 真的是这样 然后我最后我就发了一篇 我说我们就不要再回复了 然后因为有很多网友他们很热心嘛 他会传那边的消息给我们这边看 然后传我们这边消息给那边看 说真的有时候被骂了不知道就算了 对不对 我最近的心情就这样 因为万一我回话中间也没有带脏话 结果你竟然屏蔽我 我好像没有回话的权利 对 反正就是这样 然后我最后发的那篇说 我们就停止这场战争了吧 不要说战争 就是我觉得没有必要 大家过好自己的生活 各自安好 那就好了 可是就在我发完这篇之后 他连续发文 连续发文 然后发了三四篇之后 他还在隔一天的Podcast预告的文章里面写说 反正意思就是要批评我们 意思就是说去不了人家的聚会 然后就要 就要怎么样 侠怨报复 他说不能跟名人聚餐 就要侠怨报复 那标题上是不是要写说 赶快大家拆散他们吧 这样 他倒没有这样写 有关他什么事 他倒没有这样写 人不要去别人的爱情里面去扮演任何角色 反对跟赞成 他没有啦 他没有 这件事情我比较气的 是他也口出恶言 就是他里面就有 反正就是 网友会吵 有点在干涉交往 没有 还不只是这个 我觉得那次我们很生气的一个点 我觉得他很有风度 他虽然很生气 但他就说到此为止 因为那句让我们很生气的话是 有网友就说 反正很看随我们 然后呢 这位名嘴 就回那个网友说 很快我就要负责尝照了 那我要尝照谁 因为我生病 就说他生病 我觉得这非常不应该 你就算不是朋友 你都不应该去诅咒一个生病的人很快 你去捅别人的弱点 而且这个弱点是人类都可能面临的生老病死 嘴怎么这么坏 我也曾经遇过这种蒜米 他都觉得真的是 姐 你真是招黑体质 哎呦 你怎么这么说 我不是你吗 我们心心相喜 我没有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就说 我前面就说 拜托你就把我当退休老人 现在他正在努力写论文 写的也是清朝的事情 完全不关大家的事 你可以不要来 不好意思用秤这个字 就是 不要什么都提到我好吗 我真的退休了 我真的过气 怎么样 我要当欧巴桑不行吗 那其实就这样 死狗没人提 我也很清楚 每个人在攻击你 一定有他心里某种怨气 或者是有某种 他自己或许也没办法清楚 说出来的目的 是不是 也许就只是H4个好朋友 结果就被你带走了 疏忽了他 不要一直往这个方向走 但如果是好朋友 为什么要诅咒他 很快就要生病 就要卧床 我觉得这真的 我没有办法接受 这个人怎么会说出这样的话 对 我觉得他这样的心 我不是跟你说 我生小孩生了快死的时候 就是 我也遇到 有人就是在诅咒我 最好都死光 大概就这样 真的很遏止 但是我后来在想 亲爱的 我后来在想说 我要为这样的话 其实这种话 我不时常常会收到 但我常常会这样的话 你拿别人的悲剧 再继续捅刀 基本上你人性有问题 那这是你有问题 不是我有问题 你如果一直抱着 这样邪恶的人性 其实这是不合乎人类的群体的 运作规则 你还真的迟早会看到 你那个就是刀剑之门 这什么刀山油锅在哪里 因为你对这个世界如此不友善 如此没有同理性 对不对 人家悲剧了 那你还去捅人家 不是酸饼文化 所以你不要难过 应该要替他的父母难过 我其实没有难过 后来他虽然讲说这句话 是刺到我们 但反而刺到我是他讲他的另外一句话 因为刚刚在讲那个前男友的那位精神状态有那个事情 他套起来有问题的那个事情 他后来因为已经没东西讲了 他就直接拿这件事情出来 引射 引射他介入人家的婚姻 引射他是小三 就越来越严重了 19岁的事情 你这样掰 这是可以告的你知道吗 有朋友跟我们提议过 你这种就可以告 但我真的觉得够了 真的觉得够了 事情都做不完 我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 我真的需要陪我的孩子 这就是一个困扰 我有时候觉得我知道可以告 但我要花这个财力 我也花得起去告你 但是我是为什么要跟一个这样的人纠缠 因为他至少会占掉我人生的机会成本 没错 所以你们两个现在怎么样 没有在他讲那件事之后 我们两个就联合开了一次直播 我就把他所有他提出来的疑惑跟不实的指控 或者是抹黑造谣 我就一个一个念出来 然后我一个一个讲解说明回答 给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听这样 然后他就爆炸了 然后就更加骂 对不对 没错 我跟你讲你要是遇到很奸诈了 搞不好还跑去美国总部继续建军你 你不要叫建议他 你不要给他一个choice 但他真的就是爆炸 但我们还不知道后续还会发生什么 小婷这些事情你都有观察吗 他知道是 不过我说真的 我们对每个人的细节 大家都只有那个葫芦吞藻了解的兴趣 其实大家打仗 不要打得太热烈 因为我还是觉得人生是回力标 有一个东西会回来射自己 对不对 没错 我们也这么觉得 所以我们尽可能都不口出恶言 对 我知道你们两个都不是啊 我们那时候要做直播 最大的原因是因为 因为已经有影射到有朋友传讯息 跟他说 要看一看有另外一方的说法 因为我们刚在一起 那他朋友可能也担心 我其实是一个小三 或说我会介入别人的婚姻 我就发现 哇 如果连去的朋友都有这种疑虑 我觉得我必须说清楚 因为这个是一个对人格的指控跟抹黑 对呀 不随的男朋友后来过十年娶的老婆 也不认识 只因为听老公说 那个人是我的前女友 各位男士我跟你讲 永远不要告诉你的太太 前女友是谁 我今天就只能得到这么温柔的结论 因为 我觉得好随 嗯 真的随 好啊 这谢谢两位 谢谢大如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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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如姐